嘿大家好,這是小威智 這一集開箱這一季的10代外套 DoubleTips的10代外套 那材質主要是用尼龍材質的 尼龍材質的好處就是比較防風 那相對的那些作舊啊,水洗 就不會在他身上發生 所以比較偏功能性 但也是這一季的設計 就很明顯的不同 也真的蠻好看的 好,我身上這邊是1 好,這等一下再講 先看外觀設計一樣是跟襯衫一樣 手袖這邊做了一個大牌標 反過來就是DoubleTips 好,那正面的口袋 上去是斜的嘛 斜還有印象嗎? 再去查 上去是斜的,然後有 一條一條一條的那個魔鬼沾 那這一季就感覺 比較 我覺得比較英倫的感覺的設計 好 那裡面的口袋我剛剛也拉過了 都蠻大的 就是不喜歡背包包的人 真的蠻適合這件外套的 好 背面也是全素的設計 好,那我們再看裡面 一樣是會有一層那個 扭扣 然後在這邊拉鍊 拉鍊蠻好拉的 那 那 那一袋的話是左右都有的 好 所以誰再說是十袋還是十二袋 好不好 好,沒有開過玩笑 好 那再 講到版型 我身上穿的是一號 就比較合一點點 因為它版型真的很寬 嗯,我是扣一顆籠子吧 讓它不要飄飄飄 好 我拉起來再看一下 這件是一號的 那我雖然 算有點巴補 但是穿一號還是很OK的 就是不會覺得 很大件 側面也是 然後手袖這邊 一樣是有做這個 魔鬼氈 你可以拉緊之後 有更好的防風效果 那寬鬆的版型的話 你可以在冬季的時候 裡面搭帽梯 或是 呃 搭大學梯 比較厚的都沒有問題 現在是一號的 然後這一季的話 價格 嗯,價格比起上一季 也沒有這麼高 所以 你真的想買 10代單品的 不管是襯衫還是外套 其實這一季都是很好的 入手時機 OK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聯繫我 掰掰